2022年就这么过去了 为了犒赏自己一年的奔波劳力 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 对自己放了一个大价 滑雪泡温泉 和吉利远程FX的小姐姐们一块 跑到了长白山滑雪滑雪圈 雾松漂流 经历了各种好玩的事 好吃的东西 和韩国小姐姐一起喝一杯米酒 吃一顿烤肉 尽情领略了一下长白山的朝鲜风情 吉利远程FX是我们这次出行的 唯一一台两驱的车 为了这次冰雪之旅 我们为吉利远程FX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救援攻击 包括拖车绳防滑链等等 但是我们吉利远程FX的小姐姐 真是让我们寡目相看了 一次救援都没有 自己开得好好的 没有这台吉利远程FX的时候 我还没怎么接触过国货 但是我真心劝你好好去感受一下 这个吉利远程FX的操控性 我们这次团队里十几个人 每个开过吉利远程FX的 都说轻巧好开 就这么一台12万的小车 稍加改装升级 旅行自驾真是爽爆了 说真心话 99%的应用场景下 是用不到四驱的 没有四驱也一样能够 藏见天涯游历四方 去到你想去的地方